歡迎大家來到米高電玩大本營,我是Michael PS5 的外形設計其實都算不錯 雖然就曾經被嘲笑好像空氣千辛機一樣 但垂直擺放確實能夠節省更多空間 但最近根據一家法國的遊戲機維修店工程師聲稱 垂直擺放PS5 有機會造成主機永久損害 原因就是 Sony 引以自豪的液態金屬散熱方案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米高電玩大本營需要有你的支持 維修工程師聲稱由於液態金屬加熱液化向下流動 導致APU上半部散熱不足造成燒機的情況 液態金屬一種散熱方案 很早就已經應用在個人電腦上面 使用的時候要拆開處理器的上蓋 清除原廠的散熱膏之後自人求沒 所以用液態金屬的話必須要有好心的電腦認識 而且液態金屬具有複色性和導電性 除了會複色鋁側的材料之外 一旦擠出來接觸到電子底板 更加會造成損壞 所以雖然液態金屬散熱效果很好 但一般來說只會在極端情況下才會使用 而所謂的APU 是指將處理器和獨顯核心 整合在一個晶片上 協同計算比次加速 同時具有高性能的處理器 大幅提升運行效率 實現了GPU和CPU的真正融合 而現時家用機上 只有PS5使用液態金屬散熱方案 測試人員曾經為PS5移除液態金屬 改為普通散熱膏 結果當然熱到自己關機 可見液態金屬的高效率散熱特性 對PS5是非常之重要 但PS5處理器為了加大散熱效果 並沒有做到封裝APU處理器 取而代之就是使用紫外線固化樹脂作為左隔材料 防止液態金屬洩漏 但現在有人擔心 這個密封效果是有它的壽命 過一段日子之後 就會因為重力而洩漏 用家甚至只需要自己打開主機 就好輕易看到一塊液態金屬 而在室溫的狀況之下 液態金屬就會成為萬斤負不會流動的狀態 所以就算隨意擺動 液態金屬都沒有流出來 只會在加熱的時候 才會變成液體 所以理論上你不玩PS5 只是長期放在家中供奉的話 就不用太擔心 雖然液態金屬在電腦上早已有應用 但我們可以看到 PS5所使用的液態金屬 似乎比一般電腦上所使用到要更多 而PS5 選擇使用了一大片紫外線固化樹脂 來做阻隔液態金屬向下洩漏的屏障 但仍然不排除高溫和長期使用之下 液態金屬是會向下慢慢洩漏的 另一個問題就如這位工程師所講 紫外線固化樹脂的面積因為比較大 液態金屬有可能向下滲漏時 並沒有洩漏到超出固化樹脂 從而損毀主機板的程度 但液態金屬亦會因此而減少 從而影響APU的散熱效能 主機垂直擺放的話 就會加劇APU上半部的散熱不足 從而增加消機的風險 所以如果玩家將主機環放的話 液態金屬就算減少了 亦都能夠避免液態金屬不平均分佈的問題 其實現時我們還未知道紫外線固化樹脂 這種物料內容程度究竟是怎樣 但我們可以看到 網上已經有不少教人自行根本液態金屬的影片 影片入面那名YouTuber甚至用上更多的液態金屬 其實有很多玩家仍然對PS5散熱有很多不滿 所以就會跟著這些影片去自行根本液態金屬 但由於當中有很多工序 如果抹得太多液態金屬的話 一旦擠出來就一定會弄壞機 而且就算沒有弄壞機 亦都可能會增加固化樹脂壓力 從而增加洩漏的風險 而各位工程師所說的維修個案 究竟主機之前有沒有被人拆開過 有沒有做過什麼手腳 當然都是無從得知 如果只是單單說 垂直擺放PS5就會造成永久損害的話 這個都是說得過於簡單 如果是真的話 放在倉庫的PS5就應該可以去填外 無論真相如何都好 遊戲主機採用液態金屬都算是首次 如果你經常玩PS5 又不想將來沒什麼拆機來填補液態金屬 又想主機壽命長一點的話 橫放就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以便一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